如果要用家裡的電腦來當伺服器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右下角按右鍵開啟網路共用 然後找到你連區域的網路 看一下你的IP位置是多少 只要告訴對方IP位置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你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那個根木屋底下是這個 記得是SAMP 這個伺服器裡面的這個 裡面新增一個目錄 那這個目錄裡面的東西呢 就會被其他人看到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剛剛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就把那個IP位置打上去 再加上什麼斜線DW 本來本來是這個嘛 加一個斜線DW 那這樣子就恭喜你了 OK就可以看到了 那不過這個前提是 你的電腦一定要是24小時開啟 好千萬不要像之前有同學 突然跑來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本來可以連得到 後來連不到呢 我就問他說那你有沒有關機 他說我關機了 關機當然連不到 OK 所以下一次呢 如果你有什麼檔案呢 會忘記帶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把你的電腦開著 連回家 就可以看到某些東西了 你就再也不怕說找不到東西了 那這個當然也是跟 用雲端硬碟的概念差不多啦 只是說呢 這個雲端硬碟是你個人的 而且是你有主控權 那不過這個的技術可能需要 當然會高一些些啦 那你會想說 那以後呢 如果我不希望架設一個網站 因為畢竟還是要做一點事情嘛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做一點事情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放網站 目前以前有很多的免費的那個網頁空間 不過現在好像越來越少 那怎麼辦 其實我後來發現 我現在也有些東西 我也不太喜歡架設網站 那我會放在哪裡 基本上我建議各位啦 你乾脆不然就把雲端硬碟 當成是那個什麼呢 你放網頁的地方 那你想雲端硬碟跟網頁有什麼關係 其實呢 雲端硬碟本身 它的概念呢 就跟網站其實是很雷同的 也24小時是可以連結的 可以開啟 但只是說那個伺服器 是Google幫你做管理 你不需要去管理它 你也不用開機 所以不用開機 你也省電嘛 不然的話也還需要頻寬等等的 那至於要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我想應該同學都有Google帳號 所以你把你的Google連結進來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那請你在資料夾中 比如說你就建立一個資料夾 叫102好了 我是在這邊新增一個資料夾 OK 請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新增資料夾 請你先新增一個資料夾 我們一樣把雲端硬碟當成什麼呢 當成網站來使用都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方法還蠻不錯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也可以產生QR Code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102 再來的話呢 請你在裡面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Google的文件 其實我覺得還蠻推薦 各位可以用Google文件 當成做網頁的一個功能需求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做法上面跟網頁 其實還蠻像的 那只是說呢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說 把之前我們做好的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的 把它全部選起來 Ctrl A C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文件裡面 Ctrl V貼上 Ctrl V貼上 不過呢 貼上之後呢 你會這個有沒有 Ctrl A Ctrl V 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 它就幫我把這個文件給貼上去了 我把這個名稱乾脆改成Index好了 比如說它的那個 這個檔案名稱叫做Index 那也就是說呢 等同是我在我的雲端硬碟裡面呢 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102 我把它當成一個網站 在這個裡面呢 新增一個 也許一個文件 特別重要 這個文件裡面的話 我名稱叫Index 然後呢 把我們之前做的那個網頁有沒有 把它Ctrl A 就全選 Ctrl C 複製 再把它貼上來 那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呢 它大體放上來的東西 跟我們原來的這個東西還蠻接近的 只是差別就是它背景圖 它沒辦法加 那不過至少它還可以加上什麼 我印象中它應該還可以加上 像在那個页面設定吧 页面設定裡面它可以加上顏色啦 但是它沒有辦法加那個背景的那個圖 所以我們也許給它加一個什麼 淺一點的藍色好了 也許找個接近的顏色把它放一下 至少看起來喔 不要是純白色的 好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項目符號部分喔 它好像只支援這個 原來是圓圓圓形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你會發現啊 在這個右上角這邊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符號 那如果要方形的話 其實這上面好像也有 你可以改這一個 這 bilateral 但是它方形的 它沒有黑色的方形 它只有接近的 所以我們這邊乾脆改這一個好了 如果說它不要圓的 我們把它改成方的 你可以从项目符号里面改成方的 这边可以方的 那一样的方法 这边选取它 在这个上方选一下方形的 OK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边多一个 多一个的话把它backspace 把它删掉 好 基本上呢 我们就做完了这一个我们要的网页 不过呢 将来如果说你希望让别人看到这个网页的话 你要该怎么去做 特别注意最后一个关键 就是在档案里面 它有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不错的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一个文件 它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不会变成网页 可是呢 如果你把它变成 因为把它变成网页 很简单 就是在档案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发布到网 网路的这个选项 其实我也蛮常用的 因为我发现了 这样我就不需要 去特别找一个网站 去放我的网页了 我其实直接怎么 把它放上来 发布到网路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会出现什么 按发布 发布之后呢 它问你说 你确定要发布这个项目吗 是 那各位可以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发布完之后呢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网址 那这个网址呢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那开一个新的网页 把它贴上好了 贴上几前网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网页就出现了 而且上面 不过它这虽然格式 不跟那个 就是那个 用那个 Dreamover做出来 当然不百分之百一样 而且底下会多一个这个 它说Google云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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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但至少 你可以 达到我们 百分之八十的这个网页的需求 但是 做完之后呢 它这个网页的那个网址 它这个是网 这个这个是唯一的网址 可是这个网址太长了 所以 请各位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缩短网址 产生QR Code 那将来 也许你们毕业专题 希望让人家看到某一个网页内容的话 也许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到goo.gl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一下 再贴到这个shooten这边 shooten UI 把它shooten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短网址就出现了 另外 在这个网址的下方 有个details 也会出现有一个QR Code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 你们毕业专题里面 有一些东西 需要show 但是呢 你又不想要 那么麻烦的自己架设网站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你就会短网址 加一个QR Code OK 那如果在会场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QR Code 怎么样 把它放大一点点 按右键嘛 你可以这边的话 另存连接 或者复制到Word里面 这边有个复制影像 再到Word里面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那这样子就在列印出来之后 在会场呢 你也可以让人家去做那个什么 去扫描 你也许可以开Word 把这个怎么样 贴到那个Word里面 再列印出来 那这个QR Code 其实你放大缩小 对它影响都不大 你把它贴上 放大 它还是可以少 缩小 你把它印出来 其实就可以了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那我刚刚再把重点提 说明一下 一 请你开启你的云端一点 第二个的话呢 二 新增一个资料夹 也许叫102 再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新增一个文件 所以特别是 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102 新增一个文件 那名称也许叫index 里面的话呢 我只需要 把我们刚刚的东西贴上 然后顶多就做两件事 一个不外物 就把页面的设定 把它的颜色改成 我这边是改成那个淡蓝色 那你不一定改这个颜色 你可以改其他颜色都没关系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底下的这个项目符号 改成方形的 原来是圆形 你贴上它会变圆形的 然后最后记得就是 把它发布到网 网络上面按发布 这个网址做什么呢 缩短网址的动作 OK 那这个是一个练习 所以也许你们等一下 最后这个练习做完之后 那给我你的那个什么呢 QR Code加短网址 一样就是 那将来我也可以扫一下 那这个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放102 你也可以放102的变化机 你比如我们上以外做两题 你可以把那两题打开来 然后呢 一样贴到这个连结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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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